要挑戰的事情是 你想要講的時候就可以講 可是要聽什麼 人家在講話的時候要聽 人家講話的時候要聽 怎麼聽 要看著那個講話 看著講話的人 那如果是夜夜老師在講話呢 要看著夜夜老師 要同學看著夜夜老師 像現在雲雲在講話你要看著 夜夜 好 那如果我們同時都好多人想要講什麼 等下 等到什麼時間 等到現在在講話那個人講完 可以再繼續接著講 對 今天分享的事情是 請問你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哪裡 然後為什麼 我是范雨嬌 大家好我是夜夜老師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呢 是海邊 我也喜歡去 因為我很喜歡海邊的海水這樣子 冬冬冬冬冬冬 很漂亮的樣子 好我講完了 你剛才有沒有發現 你剛才有沒有發現 炫梨跟趙琳兩個人同時 講話 那剛剛是誰先開始講的 趙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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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那里有很多电动可以玩